來介紹這款YOLO PARK 所推出的 組裝模型系列的 SCORGE 天災瘟疫 想說都講過那麼多次 與其買那些配件包 不如買這一款 那還是來拍一下這一款的開箱 背面長這樣 是說 就是 你如果看這個 YOLO PARK的合繪啊 就會發現它合繪這裡其實也是 Leader Class那個造型的肩甲 正面大頭照也是 側面姿勢照也是 它都是 就 所以其實我覺得官方Leader Class那一隻 真的已經做得很好了 就是這應該肯定就是 電影後來的表現又用不同的設定稿下去做的問題 就不是電影的玩具做得不夠好 滿滿的零件 塞得非常滿 它西數之間幾乎是沒有空隙的 而且它竟然還有 第二層 這一個小盒的 就是這個份量很明顯的不公平啊 其他幾隻 前面幾隻都沒有這個待遇啊 這個 它的武器的大刀啦 然後這個爪子 就 配這樣的份量差太多了吧 多了這一整整合耶 好啦 那就來把它組裝起來唄 好的 經過一番算是輕鬆的組裝之後就可以得到這樣子的一隻 天災的模型 我覺得它的組裝過程是很輕鬆愉快的 因為它零件都有照 零件都有照身體的部位擺放在盒子裡 所以其實甚至你也不用看組裝說明書 你反正就是照著它身體的部位把零件拿起來 然後找一找它身上對應部位 對應形狀的插孔插上去就OK了 整個組裝過程很輕鬆 然後組起來的效果我覺得也是很帥的 整個身上的細節非常豐富 然後像它手臂上 這邊 就是這種被它打倒的各個派系的標誌 就也都有忠實的把它印出來 而且仔細一摸這甚至不是用印的耶 這甚至是浮雕 它是有雕刻出來的耶 這很用心耶 手臂這邊也都是 它都是有立體的 是有浮雕的 它不是單純的印刷而已 這種部分我就覺得真的是加分加超級大 它完全可以不用用浮雕的 完全可以只印出來 我想也不會有人覺得它做得不夠好 它用浮雕雕出來真的是讓人很喜歡 背後看也超級帥 整個背部脊椎的這些造型細節都很精彩 那比較可惜的外觀上的缺點 我覺得是它身體側面這個輪子只做一半 那你只要扭腰的角度大一點就會看到它輪子很明顯是斷掉斷一半在這裡的 沒有很明顯 可是你就是可以感受得到 尤其是因為它其實前彎後仰的角度做得還算是有做蠻大的角度的 所以你只要動到極限的角度它就很容易暴露說這邊它偷懶只做一半 以這個因為它腰裡面其實是有空間的 其實這個輪子可以做得再大塊一點點 讓它不要這麼暴露出來這個缺點才是 就比較可惜 除了這裡以外它外觀上我真的就是找不到什麼缺點了 硬要說的話可能就是它還可以再做一些戰損塗裝啦 可是就是再考慮到價格就會覺得 嗯... 以這個價格可以得到這個份量的玩具 你要說叫它做戰損塗裝好像就有點太超過了這樣 它尺寸也是蠻大的 拿出官方的Leader Class來比較一下 官方的Leader Class還小它兩顆頭 直到它胸口而已 然後整個手臂的造型細節的飽滿度啊 官方也都是輸給這一隻的 腿部造型細節就更不用講了 官方這個... 好 另外一個造型上我覺得比較微妙的點是 它的嘴巴 它下巴是有可動關節的 它的下巴可以再張開 可是 它的這個轉軸 就是它的這個軸很緊 非常非常難掰 再來就是它沒辦法 它可以張開可是它沒辦法完美的閉合起來 所以它怎麼樣 它就是 它就是會嘴開開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有做一層有點像骷顱頭的那種雕刻 所以 就是 它會很像一個老人癡呆的老人這樣子 就是它會一直保持著嘴開開的表情 我會覺得有點老氣 就比較不是邪氣霸氣 而是有點老的感覺 可能 就是擺pose的時候要盡量擺一個低頭 避開這個缺點這樣 可動度方面 脖子 就是頭跟脖子的連接是一個球關 底下 脖子的根部又是一個球關 所以它 頭的活動是很靈活的 然後剛剛也講過它的嘴巴是可以開合的 再來肩膀上台可以舉平沒有問題 根部這裡內部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這樣扭 再來這邊也還有一個可以平舉的關節 所以手臂平舉的角度是不錯的 就利用這個球關可以有一點點的蝴蝶關節 只有一點點 上手臂平轉 有 手肘一重關節 可以凹到這個角度 也是非常優秀的角度 它這個爪子也是有做這個可以轉轉轉的機關的 雖然說它沒有做到像DNA配件包那個那麼誇張 可是它的轉動也是超級滑順的 也是撥一下它就可以轉蠻久的 難不能天災要做這個轉轉轉的機關 是一個很必須的要求嗎 好玩 然後爪子也都可以這樣子活動 然後它的右手手指是可動手 這個刀就是一個簡單的卡榫 這樣子插在手臂上 嫌他愛事也可以拔掉 手指是這樣子 大拇指可以 這樣內外凹 中間一截 然後 其他幾根手指就是單純的內外凹 這樣子的可動手 哎呀好奇怪啊 這麼簡單的可動手 為什麼可以擺出這麼多豐富的POSE呢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構造看起來這麼帥啊 相比之下某一個 廠商做的可動手 可動手 是不是很愚蠢啊 為什麼這個可動手 結構這麼簡單 效果這麼好呢 好奇怪唷 好 然後腰它的橫隔膜這裡 是一個雙段轉軸 分別照顧它的往左右扭擺跟前後彎腰 彎腰跟後仰的角度都很不錯 底下根部這裡就是一個單純的轉軸 可以轉腰 所以它的可動是真的蠻優秀的 好 然後腿前踢 它是 欸 它是 一個連軸這樣子 把它的連接的關節往下延伸的這種下拉式關節 所以 把它拉下來以後 它的腿前踢可以整個踢到這麼高 整個打斷腿的這種可動度 然後側踢也完全沒有問題 也還算撐得住它的關節 這樣晃它都是不會晃的 有大腿的平轉 稍微會被它這塊腰甲的造型卡到 但平轉的角度也很夠用了 然後膝蓋彎折它是兩重關節 它底下這裡有一個蓋板 可以把它先折開 這樣就比較不會擋到它的膝蓋的可動 但就還是 只能折90度 畢竟這一塊蓋板就在這裡 如果不要做這一塊的話 它的可動度會更優秀吧 算是造型跟可動度之間的取捨 然後它這裡內部也是有做一個卡點 所以會很明顯的感覺到它這個 一格一格的那種鈍感 可是可能也是做工問題 就是我這一隻左腳的這個一格一格的卡鈍感 會非常明顯 可是右腳就幾乎完全沒有這個手感 就很很還蠻微妙的 再來就是我右腳這一節關節 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鬆鬆的狀態 左腳是一樣的關節構造 可是它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齁齊 就蠻奇妙的明明理論上應該是一模一樣的結構 可是實物表現會一隻腳有這個晃動的問題 另一隻腳完全沒問題 齁 這 嗯 就是可能 平管要加強 然後 腳踝 有很優秀的貼地幅度 腳掌 也可以 往上凹著 然後它也 這裡 在這裡是有一個轉軸 所以它腳掌也可以上下活動 齁 整個可動度都是很優秀的 那 只是我這一隻真的就是 這個中獎問題 讓它的右腳偏鬆 齁 所以在站立的時候會覺得它好像很容易倒一樣 齁 其他的配件方面它是 還有一個替換臉 齁 直接把它這個面罩拔掉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眼睛的結構 然後 然後替換臉就直接對著卡榫給它摳進去 齁 就是這樣子的面具破掉的一個很真靈的表情 而且換上替換臉以後 它這個 眼睛這樣子 一層一層的塗裝效果 才會比較看得出來 齁 就是 戴著面具的時候 一樣是 會因為那個零件的深度 比較看不到它這個眼睛的細節 齁 只是因為它這個替換臉應該是比較柔嫩的材質 所以我會覺得它這個雕刻沒有刻得很立體 這個細節會有一種糊成一團的感覺 這邊啊 尤其是它左邊這邊 為什麼這裡一整片是平的沒有任何雕刻 我也覺得這邊表現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破損的臉 我會覺得效果沒有算很好 然後它的爪子這裡也有另外一個替換零件 所以我才 這裡就是可以看到我只裝一點點 沒有把它整個壓進去 因為它這個爪子的零件 如果整個壓進手臂裡面 會非常難拔出來 它有做一個卡點的構造 它的替換零件就是這個 砲口的零件 可以這樣子組進去以後 把這些 零件再包在手臂上 這樣變成臂砲的格式 也可以張開 做有點類似它要發炮之前 能量充能的那種感覺 整支的替換零件 就只有這個砲口零件 跟這個破損的臉的零件 沒有其他任何多餘的配件 我也覺得這樣子很簡單凝了 玩起來很清爽 就是 你只要收這兩個零件在旁邊就好了 不用擔心會有什麼東西弄不見 整個玩起來非常輕鬆愉快 我對這支天災評價非常高啊 玩起來超爽的 然後它 真的主要就是這些細節 真的是做得很漂亮 想要有天災還原造型的 真的不用花大錢 在那邊又買L級 又買一堆配件 然後去東平西湊 湊出來一個不能變形的天災 你要一支細節還原 不能變形的天災 真的買這一支就夠了 好啦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